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報告 並被質詢 請行政院蘇院長報告 由院長 各位委員先進 電視機前網路上收看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蔡總統深厚人民支持高票當選連任 在未來的四年 他的第二個任期中 請我擔任行政院長 對臺灣的未來破壞 做他的好夥伴 做最好的執行者 我深感任重道遠 一句憲法我組成新格 今天應貴院邀請率統行政團隊 前來做施政方針報告 並被尋深感榮幸 臺灣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意願 我們不可能自外而偏安 尤其 強林就在近旁 虎視眈眈 政局瞬息萬變 疫情無孔不入 為建設我們的國家 保護我們的人民 行政團隊戰戰兢兢 不敢消貸 去年 揮州豬瘟我們守住了 今年武漢會員 我們將士用命 超前部署 組成了國家隊 五個多月來 當全世界一百多一百九十多個國家 鎖國的鎖國 封城的封城 停課的停課 甚至禁止其人民出門 確診全世界已經高達五百八十萬人 死亡近三十六萬人的時候 只有台灣 人民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學校不但沒有停課 甚至剛剛完成了兩場 一場十萬人 一場二十一萬人的大會考 一切平衡 當許多國家 為買不到口罩 而環勞痛苦的時候 台灣MIT的口罩 已經免費 送給世界各地各友邦 甚至於就掛在白宮官員的臉上 台灣can help 台灣s helping 台灣被全世界看見 台灣被全世界肯定 台灣被全世界感謝 台灣已經連續四十六天沒有本土病例 台灣已經安然度過三個潛伏期 如果在六月七號前 也就是四個潛伏期滿的時候 國內沒有在逐限社區或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我們已經宣布 我們將會在 邊境風險嚴管 國內鬆綁的原則下 擴大開放民眾過正常生活 防疫之外 政府大力紓困 全面守護國人 從貴院4月21日特別條例修正案通過起金 我們用 花現金 住貸款 減負擔 三入並進 現金的紓困 已經發放約700億元 協助了380萬的民眾 保住了3萬多家廠商 免於倒閉 34萬名員工免於失業 紓困貸款已經賀准超過7600億元 幫助70多萬個個人或企業度過難關 另外還讓超過500多萬個個人、家庭、業者減輕相關負擔 才一個多月 我們已經幫助將近一千萬名的國人同胞渡過難關 在這個同時 我們加緊、加快、加大 推動公共建設 並且吸引國內外投資 帶動內需 力拼台灣成為亞洲 甚至於全世界 互輸最快的國家 台灣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是1.54% 穩居亞洲四小龍之手 最近剛剛公布投資風險評估的報告 台灣投資環境穩定為亞洲第一名 全世界第三名 由於我們民主防疫成為世界的典範 國際對我們的投資環境深具信心 這都是未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利基 為了因應後疫情時代經濟秩序的重整 政府會從國際的趨勢 台灣的產業優勢 跟市場的狀況 進一步提出新的產業戰略佈局 並導入更融通的創新金融服務 帶國人走出疫情振興經濟 政府未落實全民照顧 從幼兒到長輩 從居住環境、健康環疫、食安、治安到緩毒 方方面面給全民最好的照顧 我們的育兒經費在蔡總統指示下 已經快速成長了三倍 未來還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就學更平價 育兒負擔再減輕 長照的預算已經成長了八倍 我們還要逐年調增到六百億元 讓服務據點更多、品質更好 未來的四年 我們也會再編列四百億元 來加速新辦、社會住宅、健全、都市更新 透過耐症的補強和危老的重建 讓居住更安全、租屋補助也會再擴大 讓年輕的族群負擔更減輕 這四年來 政府投入近百億元的金貴 防渡毒品的危害 未來我們絕不放鬆 近期更將鎖定加強打擊校園、毒品的危害 讓孩子遠離毒害 政府從自身防洪、整體留意治理 到建構任性的城市 整個通盤檢討、整合管理 讓環境更永續 並減輕天然災害 對國土所造成的危害 要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人才的培育非常重要 我們會持續培養新興產業的高越階技術人才 在傳統民生的殘留物資 對這次防疫貢獻很大的口罩基台 從儲裝的技術人才 我們也要多加培養 並導入智慧製造 讓傳統產業的延續 能夠更加升級 未來政府也會統籌 推動各項數位建設 發展數位經濟 朝智慧政府邁進 也將加強航太產業的能力 搶佔半導體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 為台灣創造商機 過去的四年 政府從法制面 組織面 預算面 完整的架構文化治理的體系 接下來 將積極為藝文人才打造舞台 讓他們演出精彩 並豐富文化內容產業 來打造台灣國家的文化品牌 基於台灣長遠發展 我們對於整個國家的建設 從中央到地方 過化到推動 我們透過一階段 二階段的前瞻建設 非常感謝貴院委員的支持 通過預算 未來我們會更著重在區域的平衡 發展 挹注更多的資源 在偏鄉地區 更促進地方創生 我們會以蔡總統所提示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原則做基礎 維持兩岸良性互動 但絕不接受 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 來破壞台灣現狀 政府也會密切關注 香港情勢的發展 跟變化 我們會提供港人必要的人道關懷協助 同時也會把握機會 讓有意願的高階人才資金來台 我們會繼續推動TAS的外交 穩固邦誼 深化與美日歐等理念相近的國家 合作的關係 也會延續新南向政策 發展多元的合作模式 來保衛國家 同時我們也會為保衛國家 而持續充實防衛的作戰能力 並帶動國內的產業發展 落實國基國造 國建國造 這次疫情也讓全世界的國家 都注意到 所有戰略的物資 都必須要在本國一定安全的結構能量上 要有所緊接跟準備 我們感覺到 自給自主的重要性 一定能量的準備是必要的 像糧食 像醫療 像醫藥 這次口罩發生問題的時候 世界有很多先進的國家 自己有能力從事各方面最先進的發展製造 但就是沒有口罩 有很多國家發現 有製藥 疫苗 有種種種的先進能力 且掌握在中國的手裡 絕大部分或關鍵部分 所以我們都要注意到 怎麼樣從戰略物資 民生物資 從糧食到能源的供應安全 我們也會扶持相關的戰略產業 讓國家隊能夠進軍世界 打世界盃 重要的糧食供應穩定 如果是我們自給能力比較低的部分 我們也會及早部署做相關的因應措施 在能源的安全方面 我們持續推動力能建設 強化重要能源物資的安全存量 避免受制於人或者受環境變化影響 我們有建議世界局勢變化快速 科技變化迅速 所以政府也不能一層一層不動 政府也必須激動靈活 所以政府的組織改造 如何改善機關 避免跌床價物 包括公務人員的考訓 用講成到調動升遷 都要建立有效靈活公平 能夠講優太類的典章制度 讓真正有心有能力的公務人員 都能在最適合的崗位上一展長財為國貢獻 而這一次我們政府對抗防疫的表現 讓政府團隊的公務人員走到各地受到歡迎 我們整個行政團隊從上到下 同仁也感覺得到人民要求政府官員 就是要接地氣會做事 所以我們也從這件事情上 鼓勵所有的公務同仁 一展長財學以致用 在公務機關的崗位上好好發揮 就可以走路有風 就可以不虛此行 就可以在人生歷練上 有這個機會 功勉好修行 做出好成績 也可以是一件光中要阻的好事情 各位委員先進 疫情帶來挑戰還沒有過去 亞太區域的安全存在受到威脅 朝野更需要團結一心 為建設更美好更安全的國家 共同努力 此此關鍵時刻 正常希望能帶領行政團隊 為國家奠立百年根基 為下一個世代開闢長榮圓景 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成熟的國家 讓台灣成為亂世中的福帝 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人民 能夠安居於樂業的幸福家園 也讓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 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為傲 恳請各位委員先進多多支持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蘇院長提出的報告 謝謝蘇院長提出的報告 先請高副秘書長報告部會所長請假的情形 報告院會行政院來涵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鐘 本日下午應功請假 由何次長起功代表列席報告完畢 現在請陳委員博雅質詢 請依學商結論尋打時間為十五分鐘 陳柏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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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完成第一學期的功課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學期的性格 其實我們知道 去年三季的時候民黨發出一件事叫抗中寶臺 剛好我們對抗中國武漢病毒的成績不錯 那時候我們是副護臺防中 護臺防中剛好在這個月期裡面 包括他有靈緣包括台灣的事情 包括國防疫疑地包括中國的疑地 我們都很認真一項一項來處理得結束 那其中呢 我會想到說 我們第一次記憶是喬保障有靈緣的部分 雖然不滿意還是有人不滿意 但是呢 台大所我們已經盡量來這個 讓他有靈緣萬一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請教一下 有一個事情我非常知道 你這個國家議員發展中心 因為保準議員的部分 準備了不夠 所以說減時退回 我也有注意到 但是剛好的這個行政單位來 關心以外 其實目前在做 有一些事情還沒完成 比如說開火 你覺得去銀行開火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我先不了解 好 沒關係 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的問題 我們一個第一問的老師 跟他們的社團 說競然開火開盤 還沒辦法開了 那修正呢 因為國家議員發展法 包括說應該 不能收到基石和善座 也就是說 這個行政立法司法的機關 應該要選到 這個 大家 管理的議員來使用 結果呢 開一個協調會 然後公共銀行裡面 包括到 這個 這個 金管會 交通部 農委會 國法會 文化部 經濟部 教育部 說 我們的第一問 沒辦法收入 這個電腦的系統 所以沒辦法來開火 哇 競然有辦法 這兩三四五六七 都跟我們說 沒辦法 很辛苦 才可以研究這個問題 因為 這有沒有辦法上一頁 因為我們那時候 去銀行的時候 我們台語佩音嘛 所以有些主文 沒辦法封起來 其實我們看 原住民 郭劉宏委員 之前原住民 做的時候 他有提案 這是在電腦輸入法的差別 有時候打不出來 說沒辦法開火 這樣很奇怪 我們紀念 要向這個方向去走 沒辦法打入 文理 跟 發生出來 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可以研究看看 好 委員 感謝你 注重這個 國元的保障 跟發展這個事情 確實 過去在國民黨一東獨大 那當時是 壓扁 完全就是白鐵才沒有議 是 如果是河路會 客家會 我們自民會 所有的單位 都比白鐵 就是可以說 當時 國議 國議 所以 經過這麼多年的打拼 已經有國家議員 發展法 保存 前行政議會 並不是說 準備之後 沒有辦法打下去 是我要求 要更好 要更好 我要求更好 是因為 我一四人為這個打拼 所以我希望 提出問題 已經不是在研究 收集 我說要給大學去做 政府機關 是要怎麼讓他們 努力 實際上贏 現在委員指教 他人在贏 就是實際上贏 所以 委員現在 指教 提出來 這個固定的 我絕對 馬上來要求 財政部和警官會 馬上來 看 到底有什麼 那都是基層性的問題 對啦 台灣科技大公 對啦 這可以改善 可以改善 感謝議長 謝謝你指教 你要看 這個司法院的部分 打不出來 你會變問號 這是我們的公告 那除了議員 問題 使用以外 還有這個交通 標誌的問題 比如說 我們選擇 有一個叫 無風 你知道這個 WEFENG 如果念作 所謂中文 要怎麼念 無風 你可以念看看 有 這 其實 在全國 交通合致 以及路標路牌 一切 我會要求 相關部會 以後傳統一體 就好 好啦 我想要聽你說看 無風要怎麼念 WUFENG 無風的無風 他念 無風 對啦 有風 你全台灣 到底有幾%的人 會說有風 對啦 但是我們的國家 情形單位 交通標誌 經燃是有風 怕死 不會啦 這要再解決啦 黑暗喔 我們還有兩個 經燃有兩個 一個叫WURI 一個WURI 外國人來 當中兩位不一樣的地方 是啦 我們這次的時 這個工立的委員 在交通委員會這次的時 這我們已經很聰明 這漢義的頻音 但是我要提醒 漢義的頻音其實是俄羅斯人發明的 我再記一個例子 譬如說 你怎麼左手邊這個要怎麼念 TSAI 這我怎麼念 我們邀請 吳部長 外交部長 幫我念看看 TSAI要怎麼念 這漢義的頻音 這漢市都寫菜嘛 負責也寫菜嘛 TSAI嘛 但是現在說 全部都跟他手邊這個 我想 部長 左邊這個怎麼念 吳部長 左邊叫菜 吳部長 右邊這個咧 吳部長 左邊是那個中國式的那個漢語聽 沒關係啦 你看到什麼念什麼 吳部長 也是念菜啊 這我問 十個外國人 十一來幫我硬 說我們的總統算硬啦 這這樣怎麼會對 對不對 這個部分 統一的部分 統用頻音 一四二四不夠用我們找三四嘛 沒關係 想辦法 盡量讓我們寫的東西和我們託的我們用的一樣 這是一個方向啦 拜託各位繼續拍招 沒關係 謝謝 好 到這裡 各位呢 這個我認為 其實我們的議員的選項 文化的選項 吳部長 還不一樣 是一個非常必要性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讓台方中 尖對台灣主體性 能夠給大家建議的方向 那當然呢 洪中的這個洪喔 在國洪裡面的我們未來六月份 有這個高教志願來起杯 現在還在看天氣經日子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國洪主主的部分 要怎麼把這些東西在台灣六室 包括鎮啦 包括火鈴基 甚至是軍欄 大隻的 那這些科技還有辦法來釋放 讓台灣民間的企業來用 我想這都是真民的方向 要繼續打招 那最後要說到中的部分 讓台方中這個中 我記得 去年有一個台灣的行政修長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 台毒就是病毒 他說 台灣就是病毒啦 哇 這個有的經營 聽得慮 他還讓他選到 那這個人呢 現在也 那他在沒用他的事 我就不管了 但是 我們那個時候在去年五月份的時候 和王頂委委員 和林靖怡委員 和余美妮委員 那個時候就在開發一個叫做歡心頭髮的東西 那歡心頭髮 實在是 其實是 其實是有他的好指作用 但是這個上陸前為止沒有抓到判的 有在調查一段 還沒 還沒破壞的啦 反滲透法 去年的時候 累積的 包括這個用國安的方式去修理 或是用其他方式 這個佛台方中的中的部分 自己補法 什麼東西補法 武漢危險來補法 所以從今年年初開始的時候 中國一直不斷借責 不一樣 人家說 啊 這聲音不要倒完 大家民意要不一樣 有大家自己的想法 這叫多邊主義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世界維持好平是因為多邊主義 結果中國發展起來之後 黎米派這個帝國友出來 黎米派三聚氫安出來 黎米派專制獨裁 都由中國派派出來 全世界 結果說 我本來人過了好好 結果竟然要接受中國的壓迫 最後竟然把中國的賓賭又彈出來 所以呢 戶台房中這個中 接下來要討論的議題 我們從產業民來設立 我們從政治民來設立 包括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他們全國兩會要處理什麼 要把香港擁作一國一制啊 我本來覺得自己綽號很好 1997加50 結果他們說等於2020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綽理也是很奇怪 他們通過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台灣要準備什麼 臺灣為兩千年 讓它休控年代開始 包括這個國民黨也說過亞太營運中心 雙航圈雙營運中心 包括我們的民進黨 基進黨 也說過綠色的四島 還是亞洲的蘇利康發力 那這些的界階有可能 政體性來繼續推薦 優管香港 因為中國通過 以中國辦的這個國安法 結果讓全世界看到說 中國為比它過期成立 五十年不佩 這個政治成立 在這裡為比它跟英國所簽 定義有法律的這些相關的約定 所以恆主席受到世界 很多國家堅持 香港人也任心紅紅 所以總統支持就是 我們要不斷是別切主意 來負責 中國政府要尊重六元 之外 我們要注意在這個時候 來對香港人的關心關懷 和資金 因為很多人看 中國要來 比一國去桌 有很多人要多走 社會團體 社會團體 沒有變化 所受到的壓力 所以 他們會發生各種變化 台灣因為 最快接近 在這裡 最快賞金 所以我們有做國中準備 我講一個國外的經驗 其實這句話我講三遍 剛才一道跟經濟部講 一道跟我們劉委會團主委講 然後這第三道跟你們講 因為 我有收到你們的行政員的回合 概念是這樣的 去年開始 我們開始協助台商回流 聽說梭梨超過一條 接近一條 但是呢 今年發生目前危險的時候 日本跟美國 拿出一個新的概念 日本花2500億 我們的台商回流一條是 台商的錢一條走回來嘛 那他們的做法是 政府花2500億 叫他們的企業回來 但是當年回來 你要照政府的規矩 包括你的科技的產業 歷史的產業 要用我們的好的土地 接受我們的靈魂正式 請我們好的人 好的威力嘛 所以 美國花多少花250億 花250億的美金 日本花2400億的立票 台灣其實在幾年 台商回流之後 並沒有加碼 要加速讓台商回來 我們有從行政來道三天 我同意 我知道這幾年就做了 但武漢肺炎之後 全世界都在加速 但我要請教 是說這個加速 有可能來下載 因為現在他們的規劃裡面 是沒有加速的 就是他幾年的版本 還給我看一遍 這樣而已 委員 那不是武漢肺炎 才開始 是 在世界其他國家 是 武漢肺炎之後 他們這裡 做國中作詞 反應他的 企業等於他無國 台灣是在這個前 中美貿易大前的開始 台灣就沒有大家 行政方便幫忙 在這裡提供資金 是 我們有提供資金 反應 回國 這資金 甚至起初 匡列 列200億 用到不夠 又超過又增加 不然我這裡 國安會主委 我了解 我了解 我說這個意思 重點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在做的時候 他又沒有這樣 現在需要加速 但是其實包括 一千億耶 一千億 這要怎麼做回來 我知道 我包括日本跟美國 他們在做是怎樣 我還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又沒有回來 我就叫你不到了 那台灣其實去年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是鼓勵大家回來嘛 現在的問題是說 包括年齊憲報的議題 一些台商在那邊不換回來 包括隔離的時候 我們還要處理包機 用到主委 頭上燙燙燙 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那邊不換回來嘛 那最後還給我一個機會 來 歡迎你們回來 如果還沒辦法 未來在中國 要跟大家報告 包括香港的議題 包括美中模擬前的議題 包括成績武安 遺憾到底他們那邊 還有案例的議題 都最後一道 希望說 可以跟你們加速 最後通締啦 參考看看 讓台商可以在一家 再一家來克爐 好嗎 克爐啦 不一定要答應啦 那個委員 不用做好通帝了啦 不用啦 不用啦 我們資金提供 這個需要的土地 水電一切 都幫忙 還有什麼呢 我們又提供 國中行政作施的方便 好 甚至再設一個 台商貴台 是不受 這個 導致台灣是不受 好 這樣表示我們行政黨員 現在已經打香港 不正說 我已經盡所有的力量 來讓你們可以回來 你們還沒回來 實在是我們也救不到 因為未來有可能一堂 擠下來 那些人就沒辦法回來了 多多有可能還有很多因素 我們現在還沒確定 最好 後代 風中最好兩人叫風中啦 其實中國 他們的意識形態 跟病毒一樣 全世界黑白創 最後我們會尊重說 獨裁比較好 小綠共產比較好 這種唯一 民主主義的國家 基本就不應該出聲 所以 我們風中 中國這件事 要動作防疫情 來準備 未來 經濟越來越養殖 這個委員 所以世界都說 臺灣是民主防疫成功 好 繼續保持 謝謝 感謝 臺協議委員 繼續請張祺祿委員族群 感謝 郭院長好 有請我們蘇院長 謝謝 請蘇院長 蘇院長好 您好 恭喜蘇院長繼續領導我們行政團隊 那我想今天其實大概時間不是很長 我這個地方主要大概有兩個部分要跟蘇院長一起討論 其實先下一頁 其實這邊其實我想蔡總統在這個月520就任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在他的演講的文告中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希望要優先推動這個下修18歲公民權 然後作為修憲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院長絕對是支持 而且我覺得這個大概也是朝野上的一個大的共識 其實這點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立法院的游院長 因為其實在這個會期一開始 其實游院長接任的時候就已經非常支持這件事情 也促成我們朝野這一次整個在會期中 那我們民眾黨這次提了這個修憲委員會的這個案子 我們也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是在往這個地方努力 我相信蘇院長這邊應該是相當的支持 支持 感謝 好那其實我今天其實要談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其實有一些實務上的問題還是要擠 其實我們也是站在一個善意的 其實說做一個制度上的一個探討 這個地方其實是要談的 我們來看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就是說這個憲法要覆決成立之後 中選會算是主責機關嗎 如果我們中選會主委也可以的 中選會算是這個到時候要是進行覆決的時候是主責的機關嗎 是的 覆決的業務是由中選會 OK好謝謝 那其實那當然是依據什麼法呢 如果是在這個覆決的這個部分 因為修憲的話發動權還是在立法院 是 立法院通過這個修憲案之後 必須要依法來進行公告 在公告之後才把這個案子交到中選會來 如果說就是真的開始進行覆決 就是這件事如果我們可以了 那按照哪一個法律再走 這是按照憲法的徵修條文以及公民投票法相關的規定來辦理 是好謝謝那其實基本上我們往下就是按照這個公投法 其實按照公投法我想應該就是第二條應該是不會太有錯誤吧 就是說他這邊也寫得很明白嘛 就是全國性的公投依憲法規定 那其他一些例外適用 那當然也包括一般的法律的覆決等等 應該這樣子沒有問題 那主要的我們還是要根據立法院通過的這個決議 我說假設我們能夠 那在程序的部分 程序的部分就是走到這邊嘛 好的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基本上 往下 就是說按照現在目前來看 如果說我們這個修憲案能夠走到這一步 那就是憲法修正的覆決案是適用公民投票法 甚至等於說這個程序上 像主委剛才講的程序上就是按照公投法這邊來做了嘛 但是有很多這個法律規定還不是很周延的地方 到時候可能我們也沒有時間來得及再去修正這個公投法 所以必須要靠我們委員會的這個解釋來補充 是是是 其實目前因為在現有的在制度上 就是說我們程序上的法令也現在還是只有用公投法這邊嘛 因為它是有這個規範這些副決的這些事項嘛 我們往下看一下 不過其實我也是跟院長跟主委來談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目前就是在23條 其實這個條是這個108年6月17號又修的 我想其實當時大家在上個會期也很清楚 他其實就是希望說把這個公投跟大選去脫鉤啦 因為為什麼因為更早107年的那個地方選舉弄的大亂 所以因此我們後來修了這個條 那這一條的這個核心的精神就是說 以後的公投日都是在8月的第四個禮拜六 從110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 其實我們其實我這邊就是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我們就按照這個現行的法律 等於說如果複決的這個程序跟公投 那等於說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明年的這個公民投票 它要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我們這邊資料也給院長跟主委看 就是說因為目前已經有17個案 但是也已經有一個案 已經是正式立案成立了 所以等於說明年必須就是會有一個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日 等於說這個會在 會存在 那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直接往下 我快速一點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當然已經提了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提了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想其實朝野 不管各黨派他們也都 其實這算是一個共識 最minimum的一個共識 就是大家認為說 可以往這個18歲修憲權這邊走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直接往下 就是目前我們因為去年通過公投法這個修正案 把公投跟大選脫鉤了 可是現在這樣子的問題就來了 就是我們現在修憲綁大選 等於說是不是修憲還能夠跟大選 因為其實當時我們在這邊協商的時候 也曾經有一個考量說 是不是一個是明年的公投 再來一個就是綁 如果假設我們能成案 就是跟下一次的九合一來選 可是現在按照這個公投法23條 很顯然好像不太能去綁那個大選 所以這就是個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有沒有預想到這個 這個時程上的這個問題 首先這個程序上 它是根據憲法成修條文的程序來走 也就是這個立法院修憲委員會通過之後 公告之後交給我們中選會來辦理這個覆決 所以它並不是走公投法23條這個程序 這個是分開的 因為你現在這個覆決如果走向覆決的話 現在沒有其他的法制 我們去查了就是說 在法制上現在好像只能完就是跟著公投 但是現在公投又說要公投要脫鉤這個一般的九合一 這個議法院通過的時程 就是說交給中選會之後 我們必須要在三個月之內 我知道這些相關 三個月之內 如果有全國性的選舉的時候 只要經過中選委員會的決議 可是這個又跟你的公投法的問題是 又變成一個漢格或者矛盾 我們往下看 其實就是說現在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也是一個建議 就是說希望因為未來可能會要發生這件事 在這個覆決這個程序上 現在的法制上也是讓院長很清楚 目前有一點點在各個法上的規範沒有很清楚 因為說實話我們過去並沒有真正做過這件事 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目前如果以公投法 就是公投法又把所謂的大選先脫鉤 所以我們是在法制上當然可以做 就是說今天如果未來我們真的希望 能夠趕快讓公投 就是覆決這件事順利的話 可能公投法自己的修法 或者是你們對於覆決這個程序 它能夠脫鉤大選這件事 能夠先把它再弄好 我覺得也可以 所以我們就是說先預提出來 讓院長跟主委很先清楚 因為事實上現在這樣子 我們再往下一點好了 直接 就是在時程上 其實這也有個矛盾 就是到時候用公投的這個程序 其實公投是18歲就可以投 但是我們這次 如果要是真的是這個18歲的話 又會碰到好像有一點很很很怪的一個狀況 因為民眾能夠 它被投票是我們要投說 你是不是20歲能降到18歲 可是在公投法上好像公投法 它又是18歲的人又可以跑去投 這個還是回到憲法的規定 對 但是憲法是告訴你 你目前是20歲才能投嘛 所以到那一次的投票的時候 到底還能不能投 就是說我們的18歲的民眾 能不能自己跑去投那一次的複決案 看起來是不行嘛 是 所以其實說 我是覺得說 我們還是 就是先把這個時程這些點點出來 提供院長跟主委參考一下 謝謝委員 其實相關的議題我們都要進行 是的 就我們直接往下 這個我們先不用再往下 好 那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當然還是希望院長跟主委 趕快支持 有些法制上的問題 我們先把它理定清楚 好 那就謝謝主委了 這個地方我們先到這邊 剩的時間 當然是 剛好這個時事上的一些議題 也在跟院長來一起討論一下 就是關於香港最近的情勢 這幾天 當然好我們往下一頁 我想其實朝野都非常的憤怒 其實我們也真的是需要譴責中國 因為其實這次真的是一個 很糟糕很糟糕的一個事情 那我想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在我們實務上就是延伸的就是說 我們有大量 萬一 尤其這個中國這麼壓扒的做下去之後 在香港整個 那昨天其實也跟主委有救交了很多 其實也可能會說 在這個情勢上的這個變化 會大量的 要是有很多這種申請庇護的人要出現 那當然我想 主委昨天其實也談了 有新的這個人道方案出來 今天行政院 其實朝野的協商今天也定掉了一個對中國的譴責 那我們也支持去落實昨天提的這個人權方案 那但是 我們還是可能要有一個比較疑慮的地方 我往下先看這一頁 就是說其實 我們民進黨的副秘書長林飛凡 其實也已經當時就很早就提一個呼籲 那其實這裡面有個重點 就是說他也希望制度性的升級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 其實我們往下再來看一下 重點就在這 重點就在這 其實我們過去用專案的方式 其實比如說以林隆基先生來講 其實不容否認 他怎麼會是 院長應該覺得這是政治迫害吧 來 林隆公 林隆公 公委員包括您所提的問題 就直接回答您 我們會在這個人道的援助跟關懷狀案裡面 我們會修這個私情細則 第18條的那個 有關第18條的那個私情細則 在整個港澳條例的私情細則第25條 我們有準備好把它制度化 感謝 我們要把它在這個私情細則裡面 就會進一步板子化 其實我們還真的是覺得要制度化 因為為什麼 因為林先生怎麼說都是政治迫害 這個我覺得無庸置疑 可是他進台灣 大概還是用一個什麼投資移民專案那種 我們再往下一頁 像昨天我們在這個立院的這個質詢裡面 諸位前場都在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移民署長出包 剛好我們有 有我們民進黨的王委員 剛好在問到移民署署長說 如果要是有這個投汽油彈的這種 我們要不要讓他進來 那可能這個投汽油彈的可以說 可能他剛好就是為了這個民主的爭取 那但是這個署長當場就是說 絕對不可以讓他進來 這其實就是一個矛盾 就是我們在很多的專案上 我們當然也是善意的建議 就是說真的要有一些這種具體化的 這個準則真的要很明確 因為如果說這些東西不明確 有時候比如說我們的移民署署長就覺得說 這個不可以進來 所以這個就是讓大家會混淆 其實也不滿說 其實也有香港的一些民運的人士 直接也跟我自己辦公室聯繫 就是說他們也在很擔憂 因為他們可能在香港有些刑事的犯罪紀錄 可是這些刑事紀錄到底是不是是 是為了政治還是其他 他們也會擔憂他們自己的人生 如果說未來台灣願意人道救援他們 或者庇護他們的話 他們能不能進得來 這就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擔心的就是這種 跟委員報告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 蘇長講完的時候 我剛剛我馬上就回答 那是整體的一個 那個小組會去評估 他會整體的去評估 然後去做出這個決定 所以這個 各部會可能會有一些意見 相關部會有意見 但是整體還是會整個小組來評估 我這裡當然提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毛澤東講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在革命的過程中 當然有一定的這樣的 我們非常挺我們香港的民眾 尤其他們爭取自由民主 那但是就是說 在當他們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我們因為是專案 所以有時候 這個都有時候會說不清楚 就是為什麼剛剛舉的那兩個例子 林先生或者是這個講頭氣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東西它是屬於這種 一個抗爭行為的表示 那不是跟一般的那個暴力行為 那當然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在有一個 整個小組裡面去評估 當你整個 這個motivation是什麼 我也是在跟院長跟主委的建議 其實我們當時民眾黨 我們本來要修的 就是18條這個條裡面 其實我們的概念也很接近 我想大家想法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也是要有個 專案的委員會 在委員會中 我們又有人權的人士 相關的這個專家學者 來組成這樣子一個專案的審查 其實它是需要 就是我們那個法制的建制化 其實要更明確精準一點 尤其在後續可能有更多的人進入 那我們往下 其實當然另外一個可能現在國人關切的 就是還是說 萬一要是香港情勢真的大的變化 我們會不會去廢除或者是這些東西 那因為是這樣講 其實昨天內委會主委講得很清楚 其實港澳條例不是只是 像兩岸人民條例那種 它涉及了也有 入出境、文教、交通運輸、經貿等等 我們最後只是一個呼籲 因為時間快到 就是說如果做這些事情 它其實應該要有更全方位的 整個影響的評估 因為港澳條例它不是只是 像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一樣 只是關係大家的人民之間 它其實還有經貿 就港澳這邊還有經貿的 還有交通運輸的 還有文教教的 就是它那個層面很大 所以這個地方要做很好的一個總體評估 我想我們在附帶決議裡面 也有談 也希望院長跟主委多多支持 謝謝張委員、張其路委員 繼續請蔣委員萬安質詢 謝謝院長 是不是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好 委員你好 目前台灣的疫情 控制的相對非常穩定 這幾天陸陸續續民眾也開始慢慢 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們看到周末民眾也開始到商圈、夜市、餐館 這個去活動 那當然 這要謝謝所有我們第一線防疫的人員 我們也對他們至上非常高的敬意 但是當疫情逐漸趨緩 而且紓困 我們也持續發放了一段時間 現在大家非常關心 接下來的產業經濟的振興 所以我在這邊 也代表基層的百姓 想要提出來 因為他們 期待政府到底會端出什麼樣的振興方案 所以這邊請教院長 我們振興卷的發放 目前規劃的方向是如何 我們就以好齡好用好刺激這個原則 正規劃中 在下禮拜六月二號會向國人同胞做報告 好 所以好齡好用好刺激 這是一個大原則 那實際到底 金額多少 怎麼發放 是不是請院長 先跟國人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個就是在六月二號 我會跟國人同胞完整的說明 而目前因為都在規劃盤整中 在沒有定案前的報告 恐怕不完整也還沒有確定 這樣的請教院長 因為國人非常期待 時間上也非常急切的需要相關的振興 不管是叫振興券 抵用券消費券現金券 無論如何 大家期待至少這個期程 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六月份 特別是端午連假即將到來 就可以上路實施 還是要等 這請教院長 我們在公佈的時候 就期程等都會一部分公佈 那因為現在 我們對全國同胞所承諾的就是 我們希望六月七號是一個關鍵期 因為在這之前 我們都還呼籲民眾 戴口罩各種方面 但六月七號如果四個前無期過了 我們準備大幅的開往 來過更正常的生活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就鼓勵大家出來消費有點矛盾 因此我們現在的規劃 會在六月七號整個大幅的來 來讓國民更鬆綁 國境 風險嚴管 國內鬆綁 鼓勵大家出來 那未來 我們所發行的相關振興措施 更是會加天彩火來刺激經濟 所以院長剛剛提到四個十四天 四個前無期 四個前無期 對 所以大概如果在六月七號 這個也是現在跟專家學來的名字 對 所以院長剛剛提到六月七號 是不是 是一個關鍵日子 四個前無期滿 對 一個十四天 所以六月七號是不是可以有 振興措施振興券發放的實施上路 六月七號是四個前無期滿 對 六月二號是公佈未來振興措施的整體 具體的方案 所以照院長所說六月七號 國內應該可以開放恢復正常生活 也要開始我們的振興措施嘛 是不是 六月七號是四個前無期滿 準備來國內鬆綁 而國內鬆綁後 國人就會漸漸出來 但我們還是鼓勵要注意防疫新生活 當然 另外一方面 我們做所有的準備 要刺激經濟的這一些 會在六月七號之前的六月二號公佈 公佈內容會有詳細的報告國人同報 一切的做法 所以有沒有可能在六月份就開始我們的振興措施 六月二號會報告 然後院長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國會殿堂 告訴國人實施上路的時間會落在哪裡 大家非常急切的需要知道 對 我們也知道國人同胞的急切 我們也知道事關重大 我們也知道院長講話說到說到 所以我會在六月二號完整報告 院長我對這樣的答覆非常不滿意喔 是因為 是因為你期待中 不 是大家非常期待政府要有一個很確定的方案 因為是下個星期二 院長你記者會要宣布嗎 到現在在國會殿堂施政報告的時候 這麼重要的振興措施 為什麼不在這邊清楚的告訴國人 我們是代表人民在這邊來問院長 因為你的官員都可以上廣播節目 拱民心政委大大的講 振興券的方向 花一千換三千振興券 這樣的方向都敢講 到底要不要綁定行動支付 包括有沒有實體券 都可以透過媒體放話跟大家講 為什麼在國會殿堂不願意說明 我想這一點藐視國會 予以譴責 第二 這個委員你這樣譴責 推廠不當 這樣的政府 龔政委可以上媒體 包括昨天經濟部官員 也可以對媒體放話 說不排除發現金 現在到底確定的方案是什麼 只敢對媒體放話 側風向一改再改 民眾期待的是確定的版本 到現在不說清楚 下星期二就要公佈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 不是民意 很負責 毫無規劃 沉著 而且一改再改 招勁令改的政府 我想這一點顯示出來 是傲慢的行政院 不是這樣 是這樣 那請院長現在說明 到底你們規劃的方向是什麼 連你的官員都可以 上廣播節目 在電視上大大的講 我們要怎麼做 現在媒體誰不知道 你們是要規劃 花一千換三千抵用券 先不講這個內容 民間罵翻 你到現在不願意面對 代表人民的國會議員來監督 我想這一點非常不當 我們就是在這裡國會上 告訴國會議員 院長 所以到現在方向沒有 不願意講 還沒有定案 不願意面對民眾 不願意說明 這個委員 你這樣描述錯誤 院長 沒有關係 你剛剛講的三個原則 對 這就是向國會報告 沒有關係 只有三個原則 那請問 現在到底有沒有要發現金 我們在六月二號會報告 所以也不知道要不要發現金嗎 不排除 不是不知道 是都知道 都在規劃中 不願意面對國會 但六月二號我說了算 要不要綁行動之父 也說不出來 不會說不出來 然後呢 官員講得頭頭是道 講得天花亂墜 加成的消費效果 民眾聽得不煞煞 昨天我坐計程車 我跟院長講 司機就跟我聊 我說 今天我會碰到蘇貞昌院長 喔 他叫我 一定要跟院長講 好 聽著講 他說現在 所有政府推出來的方案 從一開始20億 所謂的底用券 到111億的 Coupon券 到後來說 花一千拿五百 到現在 媒體披露的 支付一千換三千 不知道是行政院的第N個方案 這位駕駛他跟我講 現在說花一千換三千 為什麼不直接給我兩千 他說 十千塊 太少了 這麼少 他說我根本沒辦法支撐我的生活 然後他說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我看報紙 四大超商 郵局 為什麼要我掏錢 跑這麼一趟 這麼複雜 簡單來講 就是政府的政策規劃能力非常薄弱 民眾不在乎 民眾不在乎 他叫什麼名稱 Coupon券 抵用券 消費券 現金券 民眾真正在乎的是什麼 好用 趕快拿到去消費 但是現在所有 孔政委現在對外講的 都不是民眾期待 歸根究底 從春天規劃到現在夏天 大家民眾期待 從疫情嚴峻到疫情趨緩 到百頁代新到人民嗷嗷逮捕 就是等不到一個確定的方案 所以為什麼會被罵翻 因為到現在目前此時此刻 國會殿堂行政院不願意告訴大家 你到底要怎麼做 不是這樣 其成是怎麼樣 都不願意透露 所以民眾才會覺得 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現在這個政府 不願意面對民意 只會在冷氣房 大經濟理論 但是有沒有去了解民眾心聲 院長我跟你建議 你到週末 或平常有時間你去基層 去夜市去商圈 或有時候不要坐公路車 你坐計程車 聽聽這些老百姓的聲音 你就會知道 你們現在規劃的不管第N個方案 民眾罵翻不願意接受 院長你不願意在這邊回答沒有關係 六月二號我們期待你的方案 謝謝請期待 但是 院長 我要提醒一點 不要重蹈萬元紓困之亂 造成基層民眾罵翻 累垮基層公務人員 院長 屆時如果沒有達到你說的好領好用好消費 院長沒有達到你的承諾 請一肩扛起負起負起責任 為失敗的政策負責 委員各方面的意見謝謝你反應 我們現在就是聆聽 而且很感謝 所以就把這種種的各種意見 我們還在整個盤整 到時候端出來 希望就如委員的期待 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該做的事 至於還沒有完成前 有些人補風桌影 有些人拿著影子就開槍 譬如酷碰劍 來來來來院長不是補風桌影 但現在沒有酷碰劍 現在你行政團隊喔 包括院長 包括龔正偉 包括經濟部部長 在委員會都答詢過 這個方案確定又改 確定又改 昨天你的經濟部官員也說 沒說過不發現金啊 何其荒謬啊 民眾看在眼裡啦 院長多接地氣啦 你如果去走一圈基層 你做每一個建設司機 如果有認同你現在這樣的方案 我認同 我問十個 十個罵翻 這是我們民意代表 跟院長反應啦 好接下來院長 我們連續七個 七天零確診 連續四十六天無本土病例 那院長你剛講 六月七號 可以的話連續四個十四天 可以開放民眾正常生活 但是 邊境的管制 我想請教院長 我們大概預估會持續到多久 這個要看哪一些國家 哪一些地區 因為 現在台灣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而外界的情形 不一 有些國家很好 有些國家很 嚴峻 因此對於邊境的管制 也就是從哪個國家來 我們會有不同的應對 因應 防疫的措施 好那 無論如何啦 要不要陳部長說明一下 好部長 那當然在國內的防疫情況好 國外的情況 仍然險峻的情況 我們必然要定定一套 合乎實在需要的一個邊境管制的措施 所以我們現在專家小組 也在研製從14天 怎麼樣來縮短這樣的一個時間 5加3加3加3 輔以我們相關的一些檢疫 或者我們的檢驗 能夠縮短這時間 加上自主安全的 自主健康管理 能夠讓這樣能夠順暢 不過各種的方式 專家還在討論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總是要把邊境這條線 嚴管 但是又能夠兼顧到 兼顧到一些經貿的往來 現在目前你再做方向 所以我想 我相信 組織中心他們一定會定出一個標準 跟設定一些條件 怎麼樣逐步的 慢慢鬆綁我們邊境管制 但我希望說 可以像我們防疫一樣 建立一套模式 可以供世界各國來參考 但是回過頭來 勢必 目前邊境管制會持續一段時間 那只靠內區市場 是沒有辦法帶動整體台灣經濟的復甦 如果持續的經濟困境 政府有沒有考慮要做第二波 第三波的紓困 請教院長 我們從不鎖國 也沒有過鎖國 我們對於邊境就是 是風險嚴格管理 那對於紓困 我們希望做到 希望做到 就是真正需要的人 有得到紓困 所以剛才講 我們花現金其實已經花七百多億了 剛剛我才報告 那另外 貸款的部分 也我們努力來做 至於 未來 是疫情的變化 萬一台灣再有什麼情況 我們對於受關 我們對於受關 民眾一定 謝謝 謝謝 報告委員會 上午執行到此為止 下午兩點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報告及質詢 現在修行 現在修行 我們會有什麼